因為這兩天所公布的經濟數據 看起來表現不錯 美股也大漲 可是如果經濟真的好的話 為什麼川普跟賀吉利的政策 好像不是一直在看好 美國的經濟 反而帶出了另外一個 不同的氛圍 其實先快速來談一下 美國經濟目前的情況 原本看起來是正在懸崖邊 就被7月份的失業率 好像這麼雙手用力一推 正準備要滾下懸崖了 就所謂經濟要不如衰退了 可是突然之間 好幾隻手把它拉了回來 那種感覺有一種幸福感 趕快生命有救了 是 包括像ISM的非製造業的指數 因為持續擴張 另外就是昨天所公告的 美國的零售的數據 因為其實創下 從去年以來的新高 再加上初領失業救機器的人數 也是五週以來新低 所以其實單看一項數據 一項指標 有可能會形成 就是比較局面的錯判 因為其實上個月 美國因為發生的 就是非常嚴重的颶風 所以有一些數據 有點被短時間的扭曲 但是你多看幾個數據 或者說其實觀察一段期間 會發現美國目前來看 應該還是以軟著陸的機率 是相對高很多的 但是講到美國經濟的狀況 其實這個當然也深深影響到 接下來11月份的 總統大選之戰 對 沒錯 因為現階段來講 對兩個候選人來講 經濟政策 牛肉在哪裡 非常的重要 對 因為其實過去 比較多的民眾的一些 不管說是想法 甚至可能是印象上 認為共和黨 好像比較會治理經濟 所以其實川普 就是緊抓著這一點 現在大家就要看民主黨 怎麼樣出招了 我們來看 其實最近在賀錦麗的演講當中 其實提到 他會把他接下來的 政見的重心放在 如何去改善經濟 出招了 對 而且這個經濟 不是說在高空上去畫大餅 而是希望接地氣 有嗎 來看一下 因為選民重視的是什麼 就每天的柴米油鹽降醋茶 也就是說生活的成本 一些必要的基本消費的開支 因此他會更重視 在這些所謂的成本上面 要如何去做管理 簡單來講就是 你每天會去的這些賣場超市 他這些相關的商品 他的售價要如何降低 另外大家總是希望能夠 住房能夠比較合理的負擔 還有 美國的住房成本很高 還有就是醫療的部分 因為這個其實也關乎到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人的健康的保障部分 然後子女的一個稅務的部分 也可以給予一些抵免 所以這看起來目前 就是希望能夠抓住中產階級 乃至於可能是基層的選票 再來則是 其實在目前提到 就是關於烘台物價這個部分 一定就是要趕快來滅火了 因為看起來就是 這兩年的整個通膨的問題 是不是有一些物價的上漲 的確是有點操漲 不太合理的部分 要做一個全面檢討 而且川普其實他的第一個矛頭 就是指向拜登管理這個經濟 最不利的就是在物價的問題 是 對不對 對 所以再回到 既然提到川普的部分 川普其實最近也給予 選民一些牛肉出來 實際上端出來的部分 提到的就是小費免稅 小費 還有社會安全的福利金免稅 大家想想看 零小費的 不是就比方說 我們到餐營 旅館 對 基層服務人員 然後社會安全福利金 也表示也是照顧社會比較弱勢 或訂賞的族群 所以感覺他們現在在照顧的是 這個金字塔下面這一塊 對 就是如果我們對比 比如說上一次川普 在這個競選的時候 提到的部分 就是好像如何讓美國更強大 對 更厲害 更偉大 對 那如何讓美國製造成為 他整個政見的一個核心要領 那我覺得這一次比較不是 著重在這種比較屬於 戰術性的一個問題了 而是在於就是回歸到 怎麼解決民生的痛點 對 因為他這句話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好像是變成是選戰的主軸 因為他叫做讓美國再次負擔得起 實際上一方面 是不是也在嘲笑拜登說 你看 你把美國 我本來要搞得很偉大的美國 你把他搞得負擔不起 所以讓我回來 我可以讓他再次負擔得起 是 我想其實不管是哪一個 政黨的支持者 但是平心而論 這句話的確是很有那種 就是說同理心感 同神獸的說服力 有打動到你嗎 對 因為比如說 你就想像日常生活中 那種所有的負擔的起 或負擔不了的問題說 你假如到超市 拿起了一罐飲料之後 想一想 又放下去 又放回去那個感覺 因為拿錯口味 對 不是 或是說當你的小孩提出了 他想要買這個玩具的時候 你想一想 找了好幾個理由說服他 我們下次再來考慮 所以之前有個廣告說 爸爸買給你 打動人心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目前 他的一個政見的主軸 那講到其實 美國現在生活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舉兩個 大家可能也會感同身受的例子 疫情之後大家都出國去玩 照理來說 遊樂園應該都是人滿為患 那其實我們觀察 迪士尼公告出來的 最新的財報跟財測 其實就是低於預期 為什麼 因為現在迪士尼的一個 營收比重當中 大概有七成是來自於 迪士尼樂園跟他的郵輪 也就是說跟大家的一個 出外旅遊休閒比較有關 這個部分 其實他的佔比是非常高的 所以就影響了他的業績 那因為其實今年迪士尼 面對一個狀況 平常到遊樂園去看 每個迪士尼的員工 都是笑容可舉 現在呢 其實現在 他那個笑容的背後 是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給我加薪水 如果不加的話要罷工 其實今年迪士尼 一度面臨就是員工要 大規模的罷工 這樣的行為出現 但最後當然還是資方讓步 就是全面調薪兩成 解決了這個問題 成本也大幅度增加了 對 就這問題了 那員工的薪資增加了 所以今年迪士尼的門票 的票價也調高 也真的調高 然後對於去迪士尼玩的人 其實你買的是一個夢想 那這個夢想的代價有多高 大家認為說 有65%的一個民眾認為 最花錢的就是去迪士尼的時候 吃東西很貴 那另外也有人認為交通很貴 不管你是要搭火車 開車還是坐飛機等等 那另外還有人甚至會選擇 住宿在當地的一個旅館 其實都非常非常貴 所以這個就是迪士尼現在面臨 就是成本高漲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能會減少去迪士尼 玩的頻率次數 那另外以前覺得說如果要 這個勘景荷包省免錢的話 可能稍微吃一個速食店 是比較 麥當勞 好像有CP值 可是現在看起來也不是這麼 平民經濟的選擇了 因為不管是說麥當勞或漢堡 包括現在跟進的就是肯德基 他們都推出了大概就是5美元的套餐 這個其實類似的情況 在台灣也看到就是大家常常有 A加B配之類的 就是相對都是讓你能夠 比較省錢的組合 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民生的問題將成為今年 美國總統大選的決勝關鍵 好 你講到民生問題 我想要再討論一個 中國到目前為止來看 可能比美國更難看 為什麼 房地產的問題 消費不髒的問題 甚至既然有買房子送飛機 這怎麼一回事 因為中國的這個房市 可以說就是當然面臨 就泡沫化的問題 而且這個債務滾雪球的效應 真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要花很長很長時間 才能有辦法解決 面對這麼多的一個 漁屋如何去化 我們可以看到 舉一個例子來說 最近在中國南京 有一個地產商推出一個 在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的 行銷活動 就是買房子送飛機 這不得了 有自己的飛機 這只有川普才有辦法 已經心動想要去訂個幾戶了 對 我買了房子飛機 我就停在我的屋頂 合理 非常好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行銷活動要看清楚 它的內容不是說買一戶房 就直接送你一架私人飛機 而是他給的這個 所謂的飛機大禮包裡面 包含飛雪員執照 100個小時的飛行時長 最後一點 我覺得最值得一提是 其實你只擁有的是 私人飛機百分之五的產權 那也OK啦 那可能就是你要號召 你的左鄰右是20個鄰居 一起買起來 這架飛機是你們的 大家一起找一找 不過這個當然 這個其實私人飛機 大概也不要說 電影看太多 把它想成好像是這個好萊塢巨星 專門這個包機在用的 其實你可以想想 這個5%的產權 20可能就能夠用一台飛機 說實在 它也不是多麼多麼的這種 所謂的一個頂級上流的飛機 是 對 不過基本上來講 其實因為它的這個所謂的選擇方案裡面 還有一個是 你也可以不要擁有飛機 因為你不一定用得到 對 那乾脆就是去折頂你買房的價金 20萬人民幣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在中國還出現一個很 其實不太好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我們知道 有一些大概這個救苦救災的時候 可能政府會提供一些物資 比方說最近有一個男子在商店 就買了兩張折疊床 其實價格就非常低廉 因為只有160塊人民幣 所以大家覺得撿到便宜了 結果他回到家把他打開之後發現 這個床上面有寫字 印了字體就寫中華人民共和國 應急管理部監製 換句話說這根本這個追本溯源去查 是當初為了救災政府所生產製造出來的 這個所謂折疊床 那這個折疊床的部分 其實怎麼好像流入到民間 等於說被大家變賣了 套現 對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 這個從官方到民間 這可能要去巡線去查 是不是有一些經濟上面的問題 讓大家這個開始就是挺而走險 這有點變賣官方的物資的感覺 是 那另外來講的話 有一家網路商店 主要就是賣這個廚房的家電用品的 那因為不小心員工 有時候就是會這樣失誤了 把原本兩千塊錢的抽油煙機的價錢 標錯了 標成一百塊錢 結果沒想到 五月十二點過後 促銷開始推出來了 那當然員工都下班了 所以當下沒有人發現這個問題 結果被狂下了四千多筆訂單 這個折算起來 本來這個應該是一千元人民幣的 一個營收 其實它背後的一個價值 卻高達兩億元 這個損失恐怕要用電債來做承擔了 台股充兩萬事的時候 很多的散戶做所謂的借貸套利 看起來打的是如意算盤 結果這一波下殺的過程中 好像出問題 那首先問一下薇良 到底借貸套利是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我覺得就所謂的開財務槓桿 沒有絕對的對錯 可是重點是在於 第一個你運用的時機在哪裡 譬如說你是在谷底 還是在封頂的時候 去用借貸開槓桿的一個方式 第二個來看 既然你把這個操作的規模放大 其實我覺得操作紀律 也就是嚴守停利或停損 就會更重要 不能用凹單的心態 那在券商眾多的業務裡面 其中有一項叫不限用途借貸 這有比於過去傳統所講的融資 主要當然還是提供 融資是借了錢成買股票 買股票 對 那這項不限用途借貸 基本上你可以提供是股票或ETF 當作單薄品 但是就是券商類似銀行的角色 把錢借給你之後 至於你的用途是不限 不過這一波的股市的熱度 其實先高之後 很多人是開三層槓桿的方式 來操作股票 比如說第一層槓桿 就是他可能原本就有房子 然後拿去抵押貸款 房貸借出來 那第二層就是去買了ETF之後 當作單薄品 然後就跟券商在借錢 第三層就是剛剛還沒有提到 他買ETF的過程 其實是透過融資的模式 又融資下去 那不得了 因為其實在前兩年的時候 股市大多頭 其實很多人是去買一些 有月配息的ETF 所以感覺其實高枕無憂 因為每個月有固定的現金流入 現金拿進來還剛好還一下利息 是 因為基本上提供這項業務來講的話 其實券商為了競爭 利率壓到 甚至大概在1.8%到2% 套利 可是有一些配息的ETF 可能他的殖利率來到8% 8% 10% 是 大概就可以套出6%以上利潤 而且競質還不斷成長 可是股災過後 有點一棒打醒 讓大家想一想發現 真的有醒 原來高股息 真的不是所謂的一個保證收益產品 配息會波動之外 本金更是要注意風險 所以我們來看看 其實股災發生的時候你才知道 就是到底是誰是真正屬於 高股息裡面抗跌的極優生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那其實當海水退潮 才知道誰裸湧 對 一覺醒來才知道 昨天不應該喝太多酒 這一次大盤波段的跌幅 大概就是19.47% 相當驚人 各高股息ETF來講 其實基本上還是有 比較抗跌一些 那我們看到其實 幫我們比較一下 大概跌幅 普遍居於大概14 15%的居多 稍微比大盤跌少一點 但是有一個投資的亮點就發現了 注意看到00713這個波段的跌幅 他不到一層 也是在目前比較熱門著名的高股息ETF裡面 唯一一個跌幅小於一層的 那至於說 只有跌一半 對 大概就大盤一半而已 那至於說這個黑色星期 比如8月5號那一天 其實當天你也可以去檢視一下 同樣00713他的跌幅也都比其他高股息還少 但是我們投資這種 這所謂的一個抗跌的標的 就不會漲 很怕他抗漲 那結果你去看 今年他的最大漲幅18.33% 在高股息裡面 雖然他不是奪金牌 但是也算是名列前茅肉 也是表現不錯 對 所以其實00713就是 元大高息低波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把低波 這兩個字拿出來再檢視或思考一下 就發現的確有點不負這個名聲 那另外我們提供給大家 投資高股CTF的操作策略 第一個如果你是定期定額 碰到股災千萬不要停扣 不要停 對 那甚至如果你資金夠的話 你可以去增加你的扣款次數或金額 那另外一定要平常就預留好 所謂的緊急預備金 就是碰到黑天額或這個無法預測的 極速回檔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單筆加碼 那可以參考所謂的均線2233法 就是月線 季線 半年線 年線 這中長期的重要均線 每跌破一條 你就分別加碼20 20 30 30% 這個其實有一點反市場的思維 然後到超漲價的時候 還是要懂得稍微調節一些 那這個定義是來自於 如果你發現高股CTF單次的殖利率 已經低於近四次平均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做一點減碼 所以還是要獲利做一些調整 對 不然大家看高股CTF 其實也是會跌的 對 那當然這個所謂的一個殖利率的想法 就是他有可能是因為配息縮水了 或者說股價就是暴衝了 所以代表你可以賣在一個 可能相對高的一個位置 那最後其實還是比較不建議 盲目的去開槓桿 因為高股息還是要注意 配息之外你本金本身的變化